有被粉丝拍到我皮毛爆出来 近日原子少年地球成员陈廷坚接受了媒体专访 在采访中聊到了成团日送给队友的超乱小礼物 他解释到自己刚出道的时候有粉丝拍到皮毛炸出来的照片 所以特别准备了剃毛刀送给大家 害怕噩梦在大家身上再次上演 除了精心准备这些礼物 身为地球的大哥 他因为节目的关系 也开始经常主动和大家讲话 对事情的态度也变得更有耐心 在谈集最近的演唱会时 他表示 很巧的是原子少年首场的见面会 和他三年前举办粉丝见面会的活动场地在一处 当时他出道拍摄的BLGHistory千套 掀起了热烈反响 就跑了各种宣传活动 在同一地点再次见到粉丝 他非常感动也很感恩 而粉丝众多的陈廷坚也给队友带来了压力 林嘉诚就提到因为陈廷坚粉丝多 揣测他可能根本没把其他少年放在眼里 直到认识以后 林嘉诚才发现陈廷坚为人很真诚 自己也很佩服他 如今陈廷坚跟队友相处也十分融洽 也算是一种收获